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化气为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太阴心呢 它营养无形呢 是属因水 缓慢流动的水 那接着呢 我们要谈到至关重要的化气 太阴心呢 化气为负 那化气是什么样的东西 化气呢 它其实谈的是这个星药的核心价值 那太阴心的核心价值呢 就在这个负这个特质上面 负油的负 负育的负 那这个负呢 谈的是富足 享受 对于人的照顾 还有对于安全感的追求 如果呢 我们要赋予太阴心一个人物形象 然后符合呢 就是对于安全感的追求 富足 享受 富裕 然后最贴神的形象呢 应该会是妈妈的形象 她随时呢 都在担心钱不够 可是如果有这个机会 她还是会想要去参加 做年轻啊 喝下午茶啊 或在市场里面呢 买一些呢 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所以太阴心呢 是众所周知的母亲 妈妈相较于爸爸在华人社会之中 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是一个相对温柔的照顾者的角色 但是温柔会温柔啊 是跟爸爸比比较温柔 可是实际上啊 她还是会有一种不外险的那种威严啊 或是距离感存在 就好比就是说 妈妈再怎么温柔啊 有些事情你还是不敢 或是不会跟她分享 安音轻呢 本身就很顾家 那顾家这种状态是像很多时候都需要去用到这种资源 不管是你要买房子 小孩要交学费 或者说家里面有任何的状态 很多时候都会需要去用到钱 再加上太阴心呢 本身呢 对于呢 钱财这件事情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所以她会有储蓄这种习惯 特别是为了照顾身边的人呢 储蓄也是以 对她而言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习惯 而这也是呢 太阴心呢 作为常一心 她主要得才的这种方式 透过储蓄细水长流而来的才 太阴心心思细腻 动作缓慢 但实际上她个性很紧 她真心的对待身边的人 温柔细心也细腻 而这样的特质啊 再加上太阴心普遍重慧 她其实很容易呢 去学习 去把命理啊 跟素素这方面的知识学好 再加上了太阴心面对人的时候啊 很容易多了一份设身处地的这种想法 所以实际上啊 太阴心啊 这种特质加成起来 其实很容易啊 在命理啊 玄学这样子的领域 绽放光芒哦 人难免多的情绪 让太阴心有情绪的时候 一难免就会觉得她口是心肺 钻油 矫健 软弱 怕事 说到这里会发现啊 太阴心很多特质其实蛮符合我们刻板印象 这种女生女性的这样的特质 所以古书上面啊 其实并不是 非常带见的太阴心作命的男生 其实也不是有什么不好 只是说会觉得说好像啊 太阴心作命的男生比较不会符合我们一般社会 价值观对于男生那种大开大合啊 干脆啊 果决的这样子的个性存在 其实五官好坏 然后月亮呢 是有阴晴圆缺的 跟太阳一样的太阴心其实也非常重视望落 望位的太阴呢 就让人家觉得说 好比高光在天上的那种 皎洁明亮的月光一样 让人家在黑夜啊 不觉得害怕 有这种温柔照护的这个力量 而这张照护特质相对充沛的太阴心呢 会坐入呢 你命盘上面的地质位 真 有 虚 害 子 丑 六个地质位 反过来啊 如果太阴心呢 坐入了剩下来的六个地质位 银 卯 乘 是五位 这太阴心呢 这种特质呢 相对的这种能量就比较不是能量的充沛 我们称它作弱线位的太阴 那最后一个特质啊 其实蛮符合的 这是自然科学的吼 太阴心啊 旺盛的一个重点比太阳多了一条 就是太阴心在旺位的时候 太阳也同时要在旺位 那这个太阴心才是满足旺位太阴的条件 一般来说 旺位的太阴啊 照护啊 与包容的性质强 而弱线位的太阴啊 比较容易啊 往钻牛角尖啊 盘钻的特质去走 太阴心呢 也是一颗不喜欢遇到杀气的心灵药 会让呢 本来就新是新的太阴心呢 你更把它推向往转 钻牛角尖的方向去走 除此之外呢 作为财心的太阴心呢 遇到啊 杀气的时候啊 破财几率也会偏高 提高 那最后呢 太阴心呢 也是桃花心 所以跟其他桃花心放在一起呢 也会有桃花过往的鼓励 接着呢 我们看这样的特质啊 进入到十二宫会有什么样的诠释方式 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命盘一下 来核对啊 他已经进入自己盘上的什么样的位置 而我们这样的诠释呢 是不是符合你的状态 命宫 基本上呢 命宫呢 我们谈的是一个人的个性 他的形式 作为 作风 还有呢 他性格的特质 当坏气为负的太阴心呢 进入到你的命宫 基本上呢 你是一个温柔 细腻 会照顾人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 兄弟宫呢 兄弟宫谈的是呢 你父母的感情 然后与妈妈的关系 与呢 同性别 手足的关系 当坏气为负的太阴心 进入到你的兄弟宫 你眼中的妈妈 同性别的手足啊 温柔啊 细心啊 愿意照顾人 夫妻跟我们谈的是呢 一个人在感情上面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坏气为负的太阴心 进入到你的夫妻宫 你会希望你的感情的对象呢 温柔 浪漫 懂生活 那子女宫呢 子女宫我们谈的是教养 孩子的态度以及价值观 你的新生活 还有你的财库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 进入你的自民工 然后亲自关系 基本上还不错 那新生活上面呢 蛮注重的那种浪漫 享受的这种风格 财富工呢 基本上我们谈的是一个人的理财的态度 价值观 还有状态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 进入到你的财富工呢 基本上呢 理财上面的话 来讲要总是储蓄 还有呢 累积外来的财 然后有异性财 然后也是善于 基本上也算是善于理财的一批人 其他工呢 我们谈的是使用身体的方式 然后体质 还有身体的状态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 进入到你的饥饿工 基本上啊 你体力不是太好 你要注意肾脏啊 循环方面 这方面的保健 轻盈工呢 基本上我们看的是外人怎么看我 内心的想法 还有出门在外的状态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呢 坐落你的牵移工 基本上你出门在外很愿意照顾别人 也很容易得到别人的照顾 人缘不差 蒲依工呢 我们谈的是人际往来的太多价值观 与朋友相处的状态 还有异性别的手足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呢 坐落了你的蒲依工 基本上你的人缘跟人际关系还不错 可是你要去注意啊 友情跟爱情之间的分级还有分寸 灌入工 我们谈到灌入工 实际上我们谈的是一个人呢 对于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当前的状态 那很高级 因为大部分都需要工作 那工作占据我们一天很长的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个灌入工呢 谈的就是工作或是学业这种生活 上面占据我们很长时间的那种事情 当然化气为负的太阴心呢 坐落你的灌入工 所以你的工作上面如果符合异性啊 照顾人啊 享受啊 服务特质 这样的工作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天在工呢 天在工我们谈的是家事背景 与家人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还有状态 居住环境还有财酷 那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坐落你的天在工 你与家人相处是和谐的 那喜欢把家里面布置得很温馨 福德工呢 福德工我们谈的是精神灵魂的价值观状态 来采方式以及情状态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坐落你的福德工 基本上你不喜欢来采方式谈的 然后重视精神层面 父母工 父母工我们谈的是 与父亲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负的太阴心坐落你的父母工 你会觉得你眼中的爸爸是温柔细心 懂享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